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加入我的配出源会员 竟想有生书的独家魅力 作为会员你将获得以下特权 提前收听,抢先体验最新有生书 会员专属内容,享受只处于会员的独家故事 投票权利,参与投票一起决定下一部作品 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成为配出源会员 或者去用商店下载配出源 然后进入配出源搜索海量有生书 一起探索语言的魅力开启独特的听书之旅 期待在配出源与你相遇 第九十六集,买车 林阳凑到男子耳边,语气十分严肃地跟男子说道 这一点林阳的确没有骗他 药品越往后就越金贵 尤其是止疼药和抗生素 这简直就是末日里的黄金 好吧,那就信你一次 听了林阳的这一番话 男子不禁陷入了沉思 眼球不断地打转 最终还是爽快地答应了林阳的置换条件 成功交易 这也算是林阳在末世里除了沉静以外 遇到的第一个友好的小团队了 带着满满的六桶汽油再次上路 林阳心里已经盘算起了男子给自己提到的那个二手车行 他现在换车的想法十分迫切 如果条件允许 他会立马选择绕开主城区 而接下来的一路上 正如加油站那男人所说的 沿路的每个加油站都已经被幸存者占据 而且在门上挂两个人头 似乎成了他们这里的传统 每经过一个加油站 都感觉有人从里面密切监视着自己一般 不过很快 林阳就看到了那家二手车行 但这里不同于那些加油站 周围甚至一点防御措施都没有 门口整齐地摆放着一排车 但从表面看上去 这里就好像早就被人抛弃了一样 有人吗 下了车 林阳小心翼翼地向车行靠去 然而就在林阳靠近的一瞬间 一阵突如其来的鞭炮声吓了众人一跳 随即从屋里走出了一胖一瘦两名男子 看二人的样子像极了九十年代 到处传销卖假药的骗子 欢迎我的第一客人 您的到来让我彭毙升会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作为第一个客人 我可以给你一个大大的优惠 胖子笑着上前就给了林阳一个大大的拥抱 而那瘦子则是在后面又点了个鞭炮 丝毫不在意会吸引来变异者 俩神经病 末世以来众人一路见过不少幸存者 有好人也有疯子 但像这哥俩如此热情洋溢的还真是头一次 能在这种情况下保持这样态度的人 不是疯子就是变态 反正绝对不是正常人就对了 你这里有没有大一点的 带车在导航的车 林阳也是被两人的热情给尬住了 用力挣脱了胖子的拥抱后问道 有 当然有 来看看这辆 准心车一辆 空间打马力足 关键是还省油 特别适合像您这种长头奔波的人士 听到林阳的话 胖子直接拉着林阳来到了一辆商务车跟前 一顿唾沫横飞 捎带着还把林阳从头夸到脚 说得林阳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不过林阳在仔细查看了一下这辆车后 发现的确是比较适合自己这群人 而且车载导航也能正常使用 不得不说这胖子很会观察情况 怎么办 林阳若有所思地看着胖子 问道 开业大仇宾 这要两把手枪和两百发子弹即可拥有 胖子微微一笑 从兜里掏出了一张皱巴巴的横幅 上面赫然是几个大字 恭喜秦总喜提爱车 条件有限 这横幅将就看看嘛 胖子凑到林阳耳边 丝毫不觉得尴尬地笑了笑 说道 两把手枪的价格 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你要知道 我来你这里只是为了省事 现在是世界末日 车在哪里都可以找得到 林阳也不想跟着胖子多说什么 听到价格后直接摇了摇头 一脸坚定地说道 是吗 那请便吧 我的车呀 只卖给有缘人 而胖子也根本不按套路出牌 听到林阳的话后 直接将横幅收了起来 头也不回地转身向屋里走去 高手过招 谁先回头 谁就失去了主导地位 对于这一点 林阳也是十分清楚 既然对方欲擒故纵 那自己就将计就计 车可以去路边碰运气 可枪械弹药 可不是单凭运气就能弄到的 哎 车不要了 两把枪咱们又不是给不起 跟他换了就是了 第九十七集 过来人的忠告 这一路上众人已经查看了 不下几十辆车了 就没有一辆能用的 这突然遇到了能够开走的 林阳又突然说不要就不要了 这让几人都是有些难以理解 但林阳并没有跟他们多解释什么 直接发动了引擎 打算开车离开 等一下 等一下 而就在林阳踩下油门 要开走的时候 胖兽哥俩再次推门走了出来 一脸笑意地冲林阳招了招手 有事吗 听到胖子的声音 林阳嘴角顿时露出了一丝坏笑 跟自己玩这点小套路 他们还是太嫩了 这一次交易 终身朋友吗 这样 两把手枪 五十发子弹 这价格已经非常优惠了 这车可是豪车呢 不管是车载导航 还是娱乐系统 都非常齐全 您想想 在这世界末日里 你们各位还能在车里 舒舒服服地看个电影 那多美妙啊 胖子一脸陪笑地将林阳从驾驶座上拉了出来 给林阳展示着那辆商务车的配置 两把手枪 五十发子弹可以给你 但除了那辆车之外 你也得给我再添点东西 说话间 林阳看向了屋里挂在墙上的一把老式堂刀 成交 注意到林阳的眼神 胖子直接示意旁边的瘦子进屋 取出了那把堂刀 锋利的刀刃闪着淡淡寒芒 单握在手上就感觉充满了力量 啊 对了 给你个忠告 你最好不要在这里乱放鞭炮了 手握着堂刀 说话间林阳直接将跑过来的一只变异者头颅 斩成了两半 鲜血顺着光滑的刀身 直接滴落到了地上 哎呀 好刀法呀 我说老板 您怎么称呼啊 此时抱着手枪和子弹 胖子的脸上也是一脸笑容 对于那只变异者却是完全视而不见 似乎一点都不怕 林阳 你真有点意思 后会有期吧 林阳笑着拍了拍胖子的肩膀 和众人将物资全部转移到了新车上后 再次准备上路 这哥俩可以说是他这么久以来遇到的最有趣的人了 而就在林阳准备开车离开的时候 那胖子突然一把拍在了车窗上 脸色凝重地对林阳说道 喂 喂 林老板 你们啊 最好不要再往里走了 过来人的忠告 啊 怎么了 见胖子突然严肃起来 林阳也是不禁皱起了眉头 一个嬉皮笑脸的人突然严肃起来 那就代表前面一定有什么危险的东西 看你们物资也不少 能绕路啊 就绕路吧 你就当是个朋友的建议 胖子这人倒是不坏 从他的语气可以听出来 他是真的在劝林阳 嗯 谢谢 林阳也不是投铁的人 既然有人再三劝告 而且自己又有了导航 绕路肯定是最明智的选择 跟胖兽两兄弟道别之后 林阳直接打开导航 向前方的岔路口开去 目送着林阳一行人离开 那兽子不禁耸了耸肩 拿了把手枪在手里边把玩便说道 嗯 那女的怎么有点眼熟啊 哎 管她呢 该提醒的都提醒了 我们只是个做生意的 不缠合任何纷争 胖子若无其事地挑了挑眉 手枪在手中转了一圈 十分潇洒地转身走回了屋里 他两人就像是这末世里的一股清流 当众人都陷入痛苦的时候 他俩就像没事人一样 过着以往的生活 或许是有点精神病 但起码活得潇洒 但两人的对话林阳众人并不知道 他们还沉浸在换了新车的喜悦之中 舒适的内饰和沙发座椅 在末世中绝对可以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 有了导航 重新规划了一条路线 林阳直接选择饶过苏氏 虽然这路途可能会远了很多 但起码也是安全了不少 可即便如此 明美的脸色却依然十分难看 坐在最后排的角落里一句话也不说 眼神中透露着不安 不舒服吗 一路上一直在照顾明美的冯孝孝 注意到了她的情况 低声问道 没有 第九十八集 一群名副其实的疯子 明美似乎并不想多说话 冷冷地回了一句后 就将头别了过去 看向了窗外的风景 就在这时 林阳突然一脚刹车踩下 顿时将车里的众人晃了一下 只见前方一辆冒着白烟的摩托 横挡在路中间 旁边还坐着一个披头散发的男子 正冲几人招手 你们先别动 我下去看看 看到男子 林阳也不敢大意 直接抽出了糖刀下车 走向了男子 别激动 我是人 看到眼神冰冷的林阳 持刀走向了自己 男子立马举起双手 冲林阳大声道 一头糟乱的长发 挡住了大半张脸 也看不清他现在是什么表情 但这人给林阳的感觉就有些不对劲 一个幸存者 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坐在路中间 这本身就很有问题 坐在这里 不怕死 上下打量着对方 确定男子身上没有武器后 林阳也是松了口气 不过心里却始终提防着男子 我在找我的妹妹 病毒爆发后 她一个人随着逃难者 往机场那边去了 我转了好几圈都没找到 车也没油了 车里的人都疯了 我也想放弃了 说着 男子直接一屁股坐了下来 眼神时不时地瞥一眼车里的众人 对不起 爱莫能助 听到男子的话 林阳叹了口气 现在不是他发善心的时候 说完便转身上了车 直接开了过去 而在林阳开车 驶过男子身旁的时候 男子的嘴角露出了一丝 耐人寻味的邪笑 双眼透过头发 直勾勾地盯着 坐在后排的明美 同时明美也注意到了男子 见男子也在看他 立马别过头 将自己的脸遮住 很显然他认出了这个男子 男子目送着林阳一行人远去 从兜里掏出了一个对讲机 老大 我找到我们的宝贝了 林阳 我们得再换条路走 车上 看到熟人的明美 并没有一丝激动之色 反而脸色变得异常难看 冲林阳大声道 可目前 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啊 走不能冒险 穿稻田吧 听到明美的话 一旁的大饼看了眼两边广阔的岛田 不仅有些纳闷地看了眼明美 问道 你陆旧掉头回去重新找一条路 别往前走了 明美像是磕了药一般 说什么也不愿跟着众人继续往前 说话间甚至还想拉开车门 直接跳出去 这里到底有什么让你害怕的东西 以防万一 林阳一脚刹车踩下 转身脸色阴沉地盯着明美 问道 这里有一群疯子 你们想象不到他们到底有多恐怖 听我的 听我的我们都能脱险 必须再往前走了 说话时明美身体不断地发抖 双眼中尽险杀气 刚才那男的 你认识吧 可能是直觉 刚才那男子的话在林阳的脑海中浮现了出来 看到明美现在的样子 她总感觉明美跟她口中的这群疯子有什么关系 甚至 不只是认识 明美没有隐瞒什么 脸色僵硬地点了点头 她是什么人 那群人 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重罪犯 一群名副其实的疯子 在病毒爆发之前 原本都应该要枪决的 病毒给了他们逃脱的机会 说话间 明美的眼神中露出了一丝难以言表的恐惧 听到明美的回答 众人的脸色变得更加凝重 如果明美跟她所说的那群疯子原先是一伙的 那自己这岂不是带了一个极大的威胁 然而明美话还没说完 前方的路口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紧接着不远处的路面上顿时炸开了一团浓雾 紧接着不远处便传来了一阵杂乱的摩托车轰鸣声 像极了以前那种飞车党 不好 见状 林阳和张晓两人瞬间反应过来 来不及多说什么 一脚油门踩下就往前冲去 然而当车辆冲进浓雾中的时候 地面上一排密密麻麻的尖钉 直接将车前轮扎破 车身一阵不稳 划了几圈后一头扎进了旁边的稻田之中 来得这么快 第九十九集 你最好给我一个能活命的解释 来得这么快 刚换来的车竟然就这么废了 林阳此时心里一阵恼火 说话间直接掏枪从车里跑了下来 此时周围被浓雾所覆盖 刺鼻的气味让他忍不住捏紧了鼻子 眼神冰冷地看向了四周 按他们这个速度 应该早就发现自己这群人了 可就在林阳观察四周情况的时候 冯笑笑的尖叫声突然传来 林阳 放开我 笑笑 听到冯笑笑的声音 其他人的声音也顿时响起 但雾实在太大 根本看不清周围的人 林阳也只是依稀间能看到自己身旁的 长姑和张小二人 当心身后 就在林阳想要顺着声音前去救冯笑笑的时候 一旁的张小突然掏枪对准了林阳脑门 随着一声枪响 林阳身后瞬间炸开了一团血雾 一个蒙面的男子脑袋上 赫然被打出了一个血窟窿 硬声倒地 可解决了一个人后 那遭乱的摩托车声音再次响起 那些人就像是有预谋一般 抓到人直接就开溜 当众人冲出浓雾的时候 那群摩托车手已经带着冯笑笑 消失在了视野当中 丝毫没有给众人一丝反应的机会 你最好给我一个能活命的解释 事发突然 林阳心底的怒火顿时窜了上前 将明美从车里拉了出来 莲香西域这个词在她眼里就是笑话 枪口直接抵在了明美脑门上 怒吼道 我说了 那是一群疯子 刚才明美在差距到情况不对的时候 一直躲在车里没出来 相较于此时的林阳来说 她更害怕被那群人抓住 他们在哪儿 林阳根本不管对方是疯子还是什么 自己的人在眼皮底下就被抓走了 而自己却只能在这里无能狂怒 这怎么能让林阳心安 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去找他们的好 为了你们的任务 赶紧离开这里是最明智的选择 然而明美就像是铁了心一般 面对冰冷的枪口咬紧牙关 死活不愿再回到那群人的面前 很好 听到明美的回答 林阳脸色冰冷地点了点头 转身就像稻田里一只正跑向众人这边的无辜变异者走去 伙计帮个忙 林阳抽出糖刀冷冷地说了一句 随后在众人凝重的注视下 直接将变异者的四肢砍了下来 随后扛起变异者就回到了明美身旁 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扛着变异者 林阳此时看向明美的眼神就像是仇人一般 说话间直接将变异者的头颅塞到了明美身前 做事要让变异者去咬明美的脖子 而明美也被林阳的这一举动吓到了 身体下意识地就向后移动 可一旁的张晓却是根本没有给她逃跑的机会 上前直接将其抓住 按着明美的脸就往变异者的口中送去 旁边的几人看到这一幕 虽然心里有些不仁 但冯孝孝被抓走都是这个女人害的 心里对明美自然也是充满了敌意 根本没有想要什么行前阻止的意思 他们在城郊的一个修车厂里 我带你们去 变异者嘴里那刺鼻的腐臭和满是血字碎肉的烂牙 让明美心里一阵颤抖 最终还是没能坚持住 大声冲林阳喊道 你最好不要骗我 听到明美的话 林阳手中的糖刀直接将变异者头颅斩落 随即从车里掏出了一股绳子将明美五花大绑起来 我骗你没有什么好处 如果不是你逼我 我打死都不会再和那群人有交集 那群人根本就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明美眼神中透露着一股深深的怨恨 但那怨恨并不是来源于林阳 而是她口中的那群疯子 什么意思 看明美的样子 那群人给她留下的心理阴影似乎真的很大 这不得不让林阳重视起来 了解的更多 自己的胜算才更大 他们的首领 是一个贩卖活体器官的死刑犯 而且 还是一个很可怕的精神病 跟随她的那些罪犯 都被她彻底洗脑了 贩卖器官 第一百集 谢文宇 当听到这几个字眼的时候 众人的心里顿时一颤 他们当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可问题是这已经世界末日了 谁还需要这种东西 林阳再次激动的上前 一把将明美提了起来 额头上青筋爆起 你给我说清楚 他们为什么这么执着地抓你 病毒爆发的时候 我被他们所救 刚开始我还以为 他们是一群普通的幸存者 可后来的几天里 那人就一直在给我灌输 某种变态的思想 把他们这个变态的组织 成之为家庭 我作为他们那里 为数不多的女性 被迫成为他们的招牌 说到最后 明美的眼角流出了两行热泪 可以看得出 那绝对不是什么美好的回忆 他们在世界末日 做那种声音 听到明美的话后 一旁的曹正刚 有些奇怪的问道 实在有些难以理解 那群人的脑回路 你那糟糕得多 明美几乎尖叫着 大喊了出来 眼神中的杀气 也被痛苦所替代 而就在明美给几人 讲述这群人 疯狂行径的同时 昏迷中的冯孝孝 已经被带到了 这所谓的大家庭当中 这一家规模不小的修车厂 满是铁锈的大门上 挂满了变异者头颅 炎热的高温下 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恶臭 父亲 我们找到妹妹了 但那群人不太好对付 只能先抓回来 一个新成员 其中一个 类似于带头的洛塞狐 扛着冯孝孝 走进了一个修车棚 此时这里 已经被重新装饰成了 一个十分干净 整洁的餐厅 几张长桌拼在一起 上面摆满了 精致的高档餐具 而桌子的尽头 坐着一个身穿白色西服 长相十分英俊的 大背头男子 做得好 晚餐 你可以独享一整块肉排 听到洛塞狐的汇报 男子嘴角不禁露出了一丝 优雅的笑容 放下手中的红酒杯 走到了冯孝孝身前 真是个可爱的美人呢 这是哪儿 而这时 冯孝孝也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看到陌生的环境 和一个举手投足间 都散发着优雅的男子 顿时有些懵了 别害怕 我不会伤害你的 我是这里的家长 你可以叫我文宇 谢文宇的声音十分温柔 给冯孝孝的感觉 就像是一个英俊帅气的 优雅绅士 心里的恐惧感 也消退了不少 你 你们是什么人 虽然感受不到 谢文宇身上的恶意 但冯孝孝总感觉 这个男人身上 有一股特别的气息 现在可是末世 这男人竟然还能 保持如此优雅 这让冯孝孝不得不 谨慎起来 一群不幸的幸存者 没请教 谢文宇笑着给冯孝孝松绑 温柔的声音 听得冯孝孝一阵头皮发麻 冯孝孝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 冯孝孝眼神僵硬地回答道 抓你 我想你应该是误会了 我们只是在尽自己所能 拯救一些不幸的人而已 在这里 我们可以提供食物和干净的水源 还有很多人 都做不到的安全庇护 听到冯孝孝的话 谢文宇温柔地笑了笑 也不知道为什么 她那温柔且略带雌性的声音 给人一种莫名的信任感 心底不自觉地 就会感觉这个男人十分可靠 跟林阳那种偏激的性格 完全相反 可我的朋友还在外面 看着厂棚外 一片祥和的景象 冯孝孝突然有些迷失了 这里的情况 甚至比妇女协会那里还要好 完全就是一个世外桃源 朋友 那些人 你称之为朋友吗 谢文宇轻笑一声 反问道 这一句话把冯孝孝问得有些奇怪 一脸迷茫地看着谢文宇那刀削般的脸庞 没有说话 如果他们拿你当朋友 就不会带你在外面瞎逛 在末世里 我们能活下来 已经是无比的幸运了 为什么 还要在外面送死 谢文宇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 一脸感慨地看着修车场四周 这是他一手打造出来的世外桃源 我没有 我没有 这一手打造出来的 谢谢您的